生肖虎人命中注定的证源,属虎人的真爱是谁?虎年出生的人谨慎,乐观,太妥,进取,个性较为固执,强硬砖断独行,喜冒贤逞强,越挫越猛,雄心万丈,对自己充满信心。 但生性多疑,摇摆不定,常做出草率的决定。 对待感情生肖虎是比较坦诚的,能做到相互理解和保通,遇到问题也会积极处理,但生肖虎的掌控欲很强,也会因为意气用事错失良缘。 想要收获美好的婚姻感情,就应该知道生肖虎人命中注定的证源是谁? 生肖虎婚姻感情运势 生肖虎好友善娇,头脑冷静,举止大方和谈吐高雅的素质,是你颇具外交官的气度。 审美力很强,丑恶与强暴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这个敢爱敢恨的人,这一年感情婚姻运势一般,因受到凶星的影响,生肖虎的感情运势发展平淡, 即便是在年轻的时候,也很难收获美好甜蜜的感情。 因为生肖虎并不是理性从容的人,在寻觅幸福的路上会遇到很多坎坷。 对于已婚的生肖虎来说,这一生总是在为了事业忙碌,很难有时间关注感情。 到了中年,因为缺乏用心的维系感情,婚姻感情自然也会遇到危机。 加之生肖虎是比较强势的,脾气不是很好的人,这样便容易形成矛盾, 而不善于处理矛盾的生肖虎自然也会遇到很多难以调和的困扰。 生肖虎人命中注定的证源 生肖虎 生肖虎聪明,思维敏捷,头脑反应快,在职场工作中,生肖虎之人随机应变能力十分强, 为人处事积极上进且圆滑,往往深得领导的喜爱。 在感情中,生肖虎追求浪漫和唯美,喜欢幻想,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当生肖虎遇到生肖虎,就像遇见自己的梦中情人, 因为生肖虎给了生肖虎最好的感情体验, 两个人在一起恋爱阶段是很幸福甜蜜的,婚后也会持续这种美好。 因为生肖虎舍得为了家庭付出,生肖虎也会为了家庭到处打拼, 两个人在一起是很有默契的,也会是很幸福的。 生肖牛 牛年出生的人,踏实,十分可靠,有非常强的义务感。 生活中,这样的属牛人手信用,一旦答应了别人的工作, 肯定会精心尽力地去实现。 对待感情生肖牛也是非常勇敢,踏实的, 只要认定,一个人就会坚定地走下去。 虽说,生肖牛不善于甜言蜜语, 但是和他们在一起会很有安全感。 生肖牛是比较慢热的, 而生肖虎比较冲动, 两个人对待感情虽说态度不同, 但目标是一致的, 这种互补的性格才会把感情经营得更好。 生肖龙 属龙人是强大的,果断的,充满真性情。 他们性格积极,不会长久沉默, 甚至当他处于忧郁时, 会比别人都更快地挣脱出来。 生肖龙的很多性格和生肖虎是相似的, 两个人都很有才华, 对待生活和事业热情积极。 在生肖虎眼里生肖龙是很有魅力的, 彼此相互吸引,相互欣赏, 自然感情也会非常的契合, 会更加地长久稳定。 2023年属虎的靠山是谁? 属虎人2023年贵人生肖。 人们总是说团结就是力量, 所以孤身一人很难战胜一个团队的。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遇到难题, 所以很需要靠山的帮助, 有了靠山的保护整个人的心态都变得不同, 而且运势也有所提升。 下面一起来看看 2023年属虎人的靠山是哪几个生肖吧? 属马人 虽然属虎人很有能力, 但在工作中还是会遇到各种难题的, 如果在关键时刻获得贵人帮助, 对属虎人的发展有一定好处。 在2023年中属, 马人能够给予属虎人很多帮助, 即使付出再多也不会想着能得到什么回报, 没有想过要从属虎人身上拿好处。 属虎人的脾气不太好, 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变得暴躁, 但属马人并不会因此而嫌弃属虎人, 甚至能够平复属虎人的心情, 让属虎人了解到自身的缺点。 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相当合拍, 有着很多共同话题, 在属马人的帮助之下, 属虎人会成为更优秀的人, 事业发展也更顺利。 属虎人 进入了2023年, 属虎人需要贵人的帮助, 否则很难获得成功, 甚至霉运不断。 幸好属虎人不求回报的付出, 属虎人的事业越来越顺, 感情生活也很理想, 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因为生肖虎与生肖猪属于路河关系, 在生活中属, 猪人很懂属虎人的想法, 愿意给属虎人带来各种帮助, 有效地提升属虎人的人际关系。 两人的事业合作会相当顺利, 虽然想法无法保持一致, 在合作的过程中, 不会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吵, 而且属猪人能给属虎人带来正能量, 寄予对方满满的安全感, 让属虎人更有动力前行。 在两人的努力之下, 属虎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 在职场中也有很高的人气。 属狗人 属狗人性格很淳朴, 从不喜欢欺骗他人, 从而获得他人信任。 即使自身能力不突出, 但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 希望身边的人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当属虎人遇到麻烦的时候, 属狗人会变得相当紧张, 甚至认为对方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 两人也很适合一起创业, 即使在创业的过程中遇见各种难题, 但都能做到不离不弃, 不会因为利益而背叛对方。 在属狗人的指引之下, 属虎人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有了对方的支持与帮助, 属虎人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可以说属狗人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只要看到属虎人获得成功就行, 并不在意自己的得失。 即使属虎人的感情方面出现问题, 属狗人也懂得从中进行调和, 也懂得如何安慰属虎人, 成为对方坚强的后盾。 属龙人 属龙人相当自信, 做事方面很有主见, 给人成熟稳重的感觉, 所以信任属龙人的人特别多。 属龙人身边一直都不缺朋友, 但最重视的还是属虎人, 认为这个朋友不能逝去的, 也不忍心看着对方失败, 所以无时无刻都关注着对方, 只要对方有需要就马上出现。 在2023年中, 属虎人有了属龙人的帮助更容易成功, 生活变得更富裕, 成为了他人眼中的有钱人。 以上生消失二的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限。